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 力争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这一目标不仅在十四五规划中有所体现 更在全国两会上被反复提及 在国际气候大会上被不断重申 什么是碳达峰和碳中和 碳达峰就是我国承诺在2030年前 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再增长 达到峰值之后再慢慢减下去 碳中和就是到2060年针对排放的二氧化碳 要采取直数节能减排等各种方式全部抵消掉 可以预见未来十年乃至四十年里 我国都将处于碳减排的过程中 很多人尚未注意到这一领域 但股市已经先有反应了 碳减排是需要全民参与的重要事项 就像垃圾分类一样将深度影响每个人的生活 碳达峰碳中和也会影响广电行业的发展 很多人会认为碳达峰和碳中和是工业部门的事情 与广电行业无关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二氧化碳的减排工作不仅要工业部门努力 同时需要广电行业率先锤饭 重点引领 西方国家曾有过测算 一个人观看流媒体视频内容 一小时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约为170克 和驾驶燃油汽车行驶400米所产生碳排放量大致相等 美国知名流媒体运营商Netflix拥有2亿用户 这些用户平均每天观看两小时内容 这就意味着仅Netflix用户一年的碳排放量就达到了2482万吨 数据相当惊人 Netflix也已经制定了2022年年底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 想想我国电视观众及流媒体用户的规模 我们就会意识到 广电也是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实现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在国家承诺为世界气候做出贡献的时候 我们的广电机构显然需要正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及任务 有数据显示 2018年全球数据中心耗电205泰瓦小时 泰瓦相当于每小时消耗1万亿瓦 占全球电力消耗的1% 从模拟时代转入数字时代后 中国广电的运行方式越来越像互联网公司 数据处理传输需要消耗大量的电力 随着融媒体的发展 广电在此方面的消耗只会越来越大 对于广电机构而言 碳达峰和碳中和将是个巨大的挑战 从全球来看 长期碳中和目标导向也将加剧世界经济技术变革 重塑大国竞争格局 改变国际经济贸易规则和行业发展业态 在这一过程中 广电行业应该率先走向拖探发展路径 近年来 我国建造了大量电视台大楼 一些电视台大楼和广电功能应用并不匹配 智能性 融媒体适应性较差 电力消耗也相当巨大 还有电视台很喜欢购买超大型的转播车 哪怕这些车无法上牌照 运载能力大 尾气排放无法达标 也丝毫未能降低购买热情 显然 在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过程中 这些都将成为不小的障碍 然而 如果我们的广电机构能正视这个全国性的工作目标 开展智慧广电 低碳广电的工作是能够为全球气候变化做出贡献的 广播电视工作中对灯光的需求是比较巨大的 过去主持人在演播室里会感觉太热 这就是过度的耗能 而在光源转换成为现在流行的冷光源后 广电仍然面临如何聪明地使用灯光的问题 不是把天花板挂满灯才能把光打好 如果能正确计算好灯光的全面需求 是能够节约下大量的灯具采购以及灯光用电需求的 5G时代的广电数据使用量巨大 处理数据的服务器需要的冷却方案 目前限于使用空调上 这无疑不是绿色节能的 如果能聪明地使用水来降温将减少大量的碳排放 而这在某种程度上 就需要我们在建设电视台的物理架构的时候 充分考虑到这点 某款热门的电动汽车在销售上并没有赚到多少钱 但在碳交易市场上 却因为电影减排的成效获得了极大的收入 这对于广电来说也是一样的 毕竟广电是代电的行业 如果能够真正切实地把智慧节能做好 也许在节目生产的同时 也把碳交易的收入获取了 作为宣传机构 广电应该大力宣传碳达峰碳中和 现在关于这方面的节目是很少的 公众对于这方面的知识了解也非常低 在新形势下需要更多低碳节目相关的节目 据某硕士研究报告显示 我国低碳主题电视栏目不多 节目类型较为单一 可能数得上来的只有青海卫视的天天低碳 而该节目的社会影响力是远远不够的 除了宣传 广电行业更应该身体力行 率先提出自己的碳径零排放目标并努力实现 如同碳达峰碳中和颠覆了汽车行业的发展一样 广电也会因这一全球趋势而发生巨大变革 我们看到的就有灯光上从原来的热光源 向冷光源的转变 制作上从服务器向云端的转变等等 广电只有顺应时代发展才能真正行稳致远